你會不會有什麼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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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 我們的心也是 它的力量有時候會比較大 有時候會比較小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什麼樣的心是比較沒有力量的心 比較沒有力量的心呢 大概是這樣 欸它一下在這裡 一下在那裡 一下又在想那件事情 一下又在這件事情 一下又在跑到 跑到這件事情上面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而且跑的速度很快喔 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轉換一下在這一下在那這樣子 或者是 可能反覆糾結在 同一件事或類似的事情上面 可能以前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啊 然後我們的心 可能會在這件事情上面 反覆反覆糾結 或卡在裡面這樣子 那像這樣子的心啊 就是比較沒有力量的心 嗯 其實沒有力量的心 它會比較容易焦慮 也比較容易憂鬱 比較容易低落 會比較容易有負面情緒 那當然我們每個人 嗯 不管是在焦慮或低落的時候 我們所掛心的事情 那個內容 我們會因人而異 那也會因為自己在不同的時間點 也會不一樣 比如說可能會掛心的是 可能假設失戀啊 或者是工作表現啊之類的 但是有一個是一樣的 我們每個人在那樣子的狀態 心的狀態其實是一樣的 所謂心的狀態其實就是 心是比較沒有力氣 比較沒有力量的 我自己也是經歷過那些 就是很沒有力量的心的時候 然後也有比較多負面情緒的時候 人生有幾個階段是這樣子 欸然後再慢慢慢慢 透過正面的練習 我在當下的時候 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心 也是會比較有力量的 嗯 那可能會想說那怎麼辦呢 如果假設自己就是很容易 有焦慮啊或低落憂鬱等 甚至可能到憂鬱症 焦慮症等等的 的一些狀況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其實心的力量 是可以訓練 就像我們的肌肉啊 我們如果沒有訓練它 它就會沒有力氣嘛 那但是我們慢慢訓練它 我們就可以 越來越有力氣 那我們的心其實也是一樣的 有力量的心是比較 比較容易 比較可以專注比較安住 然後也比較可以靜下來的心 還有一個心是也是很有力量的 就是慈愛柔軟的心 我們在練習正念的時候 也其實也就是在訓練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是更有力量的 所以如果是假設自己的心是 比較沒有力量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慢慢訓練就好了 那重要的是持之以恆的去 鍛鍊跟訓練它 可以讓我們再一次在訓練